21世纪最大的谜团就是半人半兽的婴儿 他们有的长得像刺猬 有的婴儿像猴子 还有的则像小狗 他们都即将被送进实验室 而其中最幸运的 当属这个长着鸡脚的男孩 他被父亲独自在近森林深处隐居 原来一场致命的病毒袭击 让每个孕妇都出现了同一种病症 只要小拇指不停地颤抖 就会有基因变异的婴儿诞生 人们开始感到害怕 并开始猎杀他们 这个父亲带着鹿角宝宝 来到一处深山老林 画地围牢 他圈起来的这块地方 是接下来十年间 他和儿子相依为命的家园 无意中发现 这个变种婴儿竟然会讲话 虽然他们与世隔绝 但爸爸教会小鹿很多技能 这一天 爸爸送给他一把弹弓 小鹿很开心 拿着弹弓到处发射 在地上突然发现一串从未见过的脚印 他随着印记来到铁丝网的位置 还记得爸爸曾经告诉过他 铁丝网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孩子总是好奇心十足 他跃跃欲试 当踏出铁丝网那一刻 并没有感受到危险 却看到广阔的天空 他的耳朵很敏感 远处怪物的叫声 在他听来就好像在附近 刚要转身离开 猛地扎进爸爸的怀里 爸爸为了保护他 从不允许他踏出铁丝网 这是他们第一次发生争吵 铁丝网外面来了一个古怪的人 爸爸抄铁丝罢把 装作是一把猎枪 小鹿悄悄赶来 爸爸一恍神 外面的男人不见了 很快 爸爸就发现 他们的位置被人做了标记 他连忙把儿子藏起来 并嘱咐他不要出声 等自己回来 爸爸走后 房间内出现了一阵响动 小鹿拿起弹弓打算防御 却发现了一头 和自己长着一样耳朵的小鹿 外面巨大的枪声 令鹿受惊 破窗而逃 小鹿壮着胆子来到外面 发现是爸爸回来了 爸爸受了重伤 儿子把他扛到床上 他不知道的是 爸爸此时已经感染了致命病毒 第二天 爸爸让小鹿自己学着做早餐 等他找到鸭蛋回来时 爸爸已经撒手荣寰 从此小鹿成了一家支柱 用爸爸教他的技能 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直到这一天 一场大火引来了附近的猎人 这是他们第一次见到鹿头人 不仅穿着人类的衣服 还比其他混种人的个头要大很多 更令他们惊讶的是 小鹿竟然还会开口说话 巨大的枪击声 让小鹿产生耳鸣 接着 胖叔的出现 救了小鹿一命 小鹿迅速跑回家中 裸了起来 很显然 胖叔也看上了 这就是值钱的鹿角 胖叔看到孩子妈妈的照片 知道他也是可怜人 打算放过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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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胖叔告诉他 白天不要生火 随后来到院子里 帮孩子修好水管 发现孩子爸爸的坟墓 却并未拆穿他 只是告诉了 小鹿一些生活常识 便离开了 小鹿是一个机灵的孩子 他感受到胖叔并没有恶意 他想趁机找到妈妈 和爸爸告别后 带上妈妈的照片 翻越铁丝旺 根据地上庞大的脚印 开始追踪胖叔 打算离开这个 他生活了十年的家 去寻找妈妈